NBA联盟从1946年成立至今,已经有着82年的历史,比大多数人的长辈年龄还大,而在这漫长的历史之中也产生了许多冷血的得分手。 近日,美美就列出了自63到64赛季以来的40家得分最多的11个人,而这些人中信仪的却仅有一人。 继数进55年,NBA砍下40分最多的11人,11、奥斯卡罗伯特分5543双王大欧,的得分能力即便在历史巨星中也是名列前茅的。 新兴赛季他便能拿下30.5分排入得分爆前3位,而这连科比和乔丹也未曾达到过。 职业生涯55次得分40加也让他排在历史第11位。 10、威尔金斯56次被称为人类电影精华的对尼克威尔金斯得分能力,自然也不必多说。 而且他职业生涯40加次数正好为56场,压过戴欧一头。 9、鲍伯曼卡度58次作为70年代进入NBA的球星,鲍伯曼卡度也是一位强有力的得分手。 职业生涯3次拿下得分王,40加场次也有58场。 8、勒布朗詹姆斯61次勒布朗,我不是得分手詹姆斯从出道以来就以全能闻名,以至于大家都忘记了他强大的得分能力。 职业生涯61次次10加也让他成为现一间有的排名历史前11的人。 7、乔治格文68次作为哪次民宿,宾人享有四届得分王。 职业生涯也贡献了68次次10加的比赛。 6、李克巴,李七十次巴里是历史上唯一一个包烂NCAA、NBA、ABA得分王的人。 职业生涯共计拿了70次次10加,排名历史第6、5、塔里姆阿布杜尔·贾巴尔70次看如今的那些球员都转向来宁。 在回望以前的天沟,不得不说能够得到70次次10加的他堪称伟大,进于贾巴尔的历史地位。 所以排在第5位。 4、艾佛森79次年轻的球尼,对这位21世纪伟大的德奔王了解不多,不过光凭他职业生涯79次40加和长决26加的得分,就足以奠定他在得分领域的历史地位。 3、威尔特·张伯伦89次自1963到1964赛季之后,张伯伦共有89次40加,排在历史第三位。 作为NBA公认的得分机器,张伯伦的得分能力是前五股仁后五来者的,单场100分。 单赛季50.24分,都是不可破的记录。 但因为这份名单是63到64赛季之后的,所以打算也只能去居第三。 2、科比122次作为历史第二分位,科比122次40加,拉开了与后面人很大的距离,但是他仍然只能排名第二。 2、想必大家也都知道原因,一、乔达173次老流氓谁来超越,如果说科比甩身后的人一条街,那科比自己则为乔达甩了一条街,老流氓之所以被称为篮球之神,就是因为他在NBA各种排行榜都能名列前茅甚至调打别人。 果然,在得分这块,领域,乔达也是领先后面的人几个身位,顺带一提的是,死神杜兰特的40加次数也有50次了,相信以他的能力,进入榜单也只是时间的问题。 LIFESTYLE